负行肥胖还能要命 听说茶里的有效成分能减掉小肚子 只要每天喝茶就可以了吗 本期营养基础班 解密你不得不知道的受邀利器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关于体重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 我们大家都知道肥胖的发生 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形象 更会影响到我们身心的健康 然而在人的一生当中 肥胖确实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你比如说女性的青春期的肥胖 当女性到了妊娠期和哺乳期 她因为进步过多或者说运动量 减少从而导致肥胖 爱喝酒的男性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还容易并发 比如说像冠心病 脂肪肝以及高血脂 高血压等等慢性病 当然了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自己现在还没有进入肥胖的状态 似乎也会觉得说 肥胖距离我自己还很遥远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词 叫做临界肥胖 俗话说春天不减肥 夏天涂伤悲 临界肥胖尤其对于爱美的人士来说 确实是难以接受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你是真的已经就处于一个肥胖了 还是说你现在刚刚步入临界的肥胖 总之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个影响健康的体重的问题 现在抓紧着手去处理去控制 这都是值得称赞的健康观念 肥胖它绝不仅仅只是皮下的脂肪堆积 整个人从里到外 其实每一个器官它都会有脂肪的堆积 这其中伤害最大的就是内脏的脂肪组织堆积 由此带来方方面面的健康问题 你比如说心的问题 肝的问题 骨关节的问题 乃至很多的恶性肿瘤的疾病的发病率都会增加 那在脂肪长在我们身体 那总说是长在哪里最危险呢 主要就是这个腹部 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是最危险的 人的腹部也确实更容易堆积脂肪 这就叫做腐形肥胖 也有一个别称叫做苹果形肥胖 这种腐形肥胖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腰围大 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计算方法呢 男性如果大于二尺六 女性如果大于二尺四 这就属于肥胖 还有一种肥胖 它呢 是脂肪呢 不是容易堆积在腹部 而是只容易堆积在大腿和臀部 我们管这种肥胖呢 叫做梨形肥胖 比如说啊 很多欧美以及黑人的这种女性 她们的肥胖 那就属于这种类型 有句俗话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腰带越长寿命越短 而且这个研究也显示啊 腹形肥胖 比这种梨形的皮下脂肪的肥胖呢 确实具有更高的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那有一项研究显示啊 这种一般的这种肥胖 糖尿病的患病率呢 它是正常人的3.7倍 而这种腹形肥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 则达到了正常人的10.3倍之多 可见腹形肥胖是非常危险的 不仅如此 腹形肥胖啊 它还在多种疾病当中呢 都有着极高的这种患病风险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高血压 冠心病 高血脂 脂肪肝 恶性肿瘤 都是如此 然而啊 不幸的是啊 我们大量的数据表明 咱们中国人确确实实 更容易发生腹形的肥胖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腰部啊 和骨盆的这个部位 相对它比较窄 所以呢 这个脂肪呢 就更容易囤积在我们人的身体的中段 除此之外呢 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呢 也比较偏重食和脂肪的摄入 而蛋白质的摄入呢 中国人是偏低的 再加上很多人的这种运动啊 锻炼的意识 不是十分的强 所以这都是导致我们中国人 容易发生腹形肥胖的原因 那人体发胖的这主要原因呢 从生理和生化的角度呢 主要就是四个环节 没有控制好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脂肪代谢的这四大环节 在这四大环节里呢 只要一个人的体内出现了脂肪增加 那就说明这个人 肯定是在这四个环节出了问题 哪四个环节呢 第一摄入 说白了就是管不住嘴 你摄入的这种糖类和脂肪 远远的高于你自己机体的这种消耗 所以脂肪摄入过多 第二一个过程呢 就是吸收 那过多的脂肪 那到了你的肠道里 被肠道吸收进体内 它也容易导致肥胖 第三一个过程呢 就是合成 因为啊 这些多余的糖类和脂肪酸呢 它会送到肝脏去 在肝脏被合成为我们人体新的脂肪 第四一个步骤呢 就是囤积 肝脏把合成的你这些脂肪 就送到你身体里面各个地方存积起来 当你身体无法及时的消耗这些脂肪的时候 它就停在这了 它就囤积在你机体里了 这四个脂肪的代谢过程 大家你了解以后 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如果要想减脂 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要让这四个都多 想办法变成四个都少 那这个人 那不就自然而然地就瘦了吧 其中的第一步呢 就是摄入 这个摄入啊 其实是我们人体自己可以控制的 我可以少吃不就可以了吗 当然了 我们也有这种代餐的食品啊 可以帮助有这种减脂需求的人群 进行能量的摄入控制 吸收啊 合成啊 囤积啊 这三步呢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控制吗 我在这儿就要告诉大家 有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EGCG 它呢 全称啊 有一个比较学名的称呼 叫做什么呢 叫表墨石子而茶素 墨石子酸脂 这个词大家不好念 我们呢 就记EGCG就可以了 这种物质在我们机体里起到的作用 可以说就是一个强大的挡脂分子 帮我们在后续的这三步 挡住已经摄入的这个脂肪 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减少脂肪的吸收 减少脂肪的合成 以及减少脂肪的囤积 那EGCG呢 是从哪里来的 它呀 其实就是从我们茶叶里面获得的 它是一种绿茶的 茶多酚的提取物 关于茶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茶叶当中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呢 我们呢 都把它就统称为茶多酚 这个词也有点专业了 但是呢 你就知道 它是茶里的一个主要的成分 那因为绿茶呢 它不是发酵的茶 所以绿茶当中啊 它完整地保留了这个茶叶中 茶多酚的原始形态 这个绿茶多酚的主要的这个成分叫什么呢 叫儿茶素 在这个儿茶素当中 最具减脂活性的这个成分 就是这个EGCG 而这个红茶 它是属于一种完全发酵的茶 它就不同了 红茶当中的茶多酚呢 则是主要转化成了 茶黄素和茶红素 这个茶黄素呢 它的作用是可以有效地减少 我们人体里胆固醇的那个合成 降低我们血浆胆固醇的水平 所以说它对心脑血管呢 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绿茶提取物呢 那这个绿茶提取物呢 又是如何更有效地帮助您实现身体 这种体重的管理呢 因为研究发现 我们选的这个EGCG的挡脂分子呢 一则呀 因为它是绿茶当中含量最多的儿茶素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研究明确地表明 它是最有效果的绿茶减脂成分 关于EGCG的这种减脂的有效性呢 有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啊是一个非常快速的 只有24小时的研究 那在没有任何减肥行为的前提下 就是没有任何饮食控制的行为的前提下 受试者就使用了这个EGCG24小时以后 我们看到身体的脂肪就有了明显的下降 仅仅一天的时间 那身体的脂肪啊就减少了103克 那比对照组呢多减了26.8克 那大家想想啊 这可只是一天所产生的效果 那么如果说它要加了一些控制饮食的前提呢 其实这个EGCG啊就具有更强的减脂能力了 这里有一项实验 它这个实验呢是历时90天的 那在这里呢进行了一些饮食控制 作为前提 你就可以发现服用EGCG每日40毫克 那就比对照组的这种包括体重指数 体重本身以及腰围都有明显的下降 那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 如果说你配合一点饮食的这种控制 就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减轻体重 这个实验的量 每日摄入这40毫克的EGCG 它可以起到这个试半功倍的效果 那大家都觉得说那可能这就太简单了 那我本身每天都喝茶嘛 我如果现在开始 那我就坚持喝这个绿茶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但是在这里啊我要遗憾的告诉大家 你要想通过喝茶来获取足够的EGCG 这个挡脂分子 其实很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它第一个难点就在于 我们日常用的这种拿水泡的这种方式 它并不能够将这个EGCG这个减脂分子 从茶叶当中完全的溶解出来 也就是说您喝了很多的茶 实际上这大部分的EGCG呢 都留在那个茶叶渣里面了 那有的人呢也可能就会认为说 那我再把茶叶给吃了 那我不就得到了吗 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说 这个茶叶当中残留的这些物质啊 一方面它是容易引起人们胃部的不适 其次一个就是这种泡茶的热水啊 在这个泡茶的过程当中 跟空气进行接触 它都会降低EGCG这种挡脂分子的活性 所以说啊 我们要想通过简单的这种喝茶 来去获取足够的EGCG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EGCG啊 它是水溶性的物质 这个细胞膜 它又是一个脂溶性的环境 你别管是怎么样获得了EGCG 你终究还是要进入到细胞嘛 进入到细胞膜 我怎么能够让这个EGCG 通过这个细胞膜进入细胞呢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 用先进的这种科学技术 来去解决这两个难题 第一 提取纯度更高的这种有效成分 第二个叫做GSP专利技术 中文呢 我们把它叫做绿茶提取物 磷脂复合物技术 它呢就是可以 把这个EGCG有效的这个成分 让我们的人体 对它的这种吸收率能够更高 它是在这个绿茶的这个 有效的EGCG分子外面 照上一层和我们细胞膜 相似的这样的成分 这种技术 这种磷脂包裹技术 就叫做GSP的专利技术 接下来呢 我们呢通过一个短的视频 来帮助大家理解 我们这个GSP的专利技术 是怎么样的一种机制 来去提升人体 对EGCG的吸收的 研究发现 绿茶中的重要成分 EGCG 可减少脂肪吸收 抑制脂肪合成 促进脂肪代谢 达至体重管理 减脂受腰的目的 但水溶性EGCG 难以通过脂溶性的细胞膜 发挥作用 从天然绿茶中提取EGCG 结合脂溶性的磷脂 制成绿茶多分磷脂复合物 帮助EGCG穿过细胞表层 有效提升 EGCG吸收率 发挥更强作用 通过刚刚的短片 大家就可以看到 GSP的专利技术 就是为EGCG 挡脂分子 包裹一层磷脂的外膜 这层磷脂的外膜 它其实跟我们细胞膜的成分 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 它就包裹着EGCG 和细胞膜融合 由此就将EGCG的挡脂分子 释放到我们的细胞内 从而完成了人体对它的吸收 帮助它后续发挥各种保健作用 我们通过研究可以看到 GSP专利技术下的EGCG 具有更高的人体的吸收率 这个实验 一组是接受了普通的滤叉提取物 另一组是接受了 等量的有GSP技术的滤叉提取物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GSP组在两个小时的时候 吸收达到了峰值的浓度 而且超过未经制剂的 这种滤叉提取物组的 超过了两倍 此外 GSP组的这个EGCG 血浆浓度 也保持在了显著更高的水平 那就说明我们的 有GSP技术的EGCG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这个GSP专利技术 对于我们人体的减脂效果 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通过另外一个实验 就可以看到 其中实验一 有GSP专利技术的 这种EGCG 比无GSP技术的 EGCG 那就具有更高的 减脂能力 我们看 有专利技术组 它总共可以多减 1.2公斤 这个实验二呢 是配合了低热量饮食的实验 那可以看到 GSP专利技术下的 EGCG 也是具有更强的 减脂效果 专利技术组 比对照组 多减了 高达9公斤 还有一个实验 那这个实验呢 是历时24周的 关于腐围的 一个临床实验 那让人非常振奋的 数据是什么呢 GSP的这种 腰围的缩小程度 非常的显著 我们可以看到 用了GSP专利技术组的 女性的受试者 她的平均腰围 缩小了8.4厘米 而男性的受试者呢 平均腰围缩小了 11.4厘米 这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数字 这些临床研究表明 经过这样的 专利技术处理的 绿茶提取物 它不仅能够增强 减重减脂的效果 而且特别是 能够帮助人们 维持健康优美的 腰部曲线 可以称得上是 我们受腰的利器 最后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EGCG的这个优势 第一 三管齐下 高效减脂 EGCG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 对脂肪少吸收 少合成 少囤积 第二一个呢 是有GSP的专利技术 可以确保 这种有效成分的 吸收更强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 共同学习的关于体重管理 以及控制脂肪相关的 重要营养素 EGCG的相关知识